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子時間 Hello Kim Hello Apple 我們今集說一些特別的東西 好 每個女生都有去買內衣褲 很貼心 對 有些很漂亮的 你會怎樣選擇 Apple 看來你都很喜歡 有空去換款 當然要 但你會不會像現在日本 有些少女都有一種習慣 可能將自己的內衣褲送給另一半 或是自己的男朋友 或是一些情人 會 聖誕是最流行的 你會送一件新的 對 但有沒有穿過那些 會不會送給別人 當然不會 遇到男朋友送給別人 明星都不會看清楚 因為在日本 大家要留意 其實早期都有 他們很多時有習慣 他們有機器 可以去買 例如少女用過的 他們有些人會出售 我今天要說的 也不是說這件事 是說 有些人會將自己穿過的內衣褲 程度弄事 可能她真的將自己的內衣褲 留來做紀念 或是under 穿過的 送給另一半 我自己本身不建議別人這樣做 為甚麼 第一件事 撇除骯髒 就算你洗乾淨 你說我穿了兩個星期 我洗乾淨 你給別人 其實那件物體裏面 都是遺留了自己的氣場 因為那件事真的是自己的 是自己用過的 就像別人用下降頭 為甚麼要用一些你用過的 例如你這條頭髮 你喝過的杯 或者你睡覺 那個枕頭 或者怎樣 一些裸衣褲是真的自己穿過 盡量就是 不要真的送給別人 就算 第一 如果給了一些 立心不良的人拿了 他們如果有法 真的可以下降頭 如果你相信的 就下法 第二件事就是說 如果你走一個很好的運 你穿過的東西 你這樣送完 其實你是送走自己的運 給了別人 所以其實 行裏面 我也聽過一些行裏面 例如夜場小姐 他們有一個習慣 就是有一個禁忌 不會將自己穿過的內衣褲 送給別人 因為他們相信 如果那段時間送給別人 之後 他就會發生 他的運就沒有了 給了別人 所以他們就是 無論如何 總之自己穿過的內衣褲 基本上不會送給別人 漏了就是拿回 OK 應該大家都不會 胡亂把自己穿過的內衣褲 送給別人 我相信 好 大家知道更多 有更多資訊的話 就去這個網站 HK056.com 下集見 拜拜